为了因应未来大量施打疫苗 皮诺县政府在县地体育馆 建置大型速打疫苗接种阵 县长排门安前往视察准备状况 那目前在所看到的这个体育场 是优先开设的 把这个来做分流 让整个这个责任医院 有些在注射的相关的一些 长照机构 或是这个照顾者 优先的做分流来施打 让这个量能提高 让整个这个所有的设施 能够的快速在获得疫苗的时候 迅速在一两天里面 把它全部注射完毕 那目前在照射 潘蒙安表示 屏东出了14家责任医院 33乡镇卫生所 以及基层合约诊所外 更已在全县预制 10处中大型疫苗速打阵 依照区域位置部件完成 提供公废疫苗施打对象 尽速提升COVID-19疫苗接种效率 大家关心疫苗施打的进度 那中央已经罗列了 这个施打的优先对象 另外呢 在屏东的所有的注射站 都已经整备完毕 历经多次的这个注射的 站的设施呢 那目前有33个 乡镇的卫生所 包括14家责任医院 以及这个我们也为了预防 这个疫苗量能的多寡 加设了北中南三大型的一个注射站 那是疫苗的多寡来开设 潘蒙安表示 目前屏东规划最高施打量 每天能达两万剂 中大型速打站会结合 卫生所 医院 诊所 以及医疗中心等 医护和行政人力进驻 让民众可以迅速施打 另外常照机构 照顾人员与住民 将由责任医院协助到机构施打 免去周车劳顿 更降低感染风险 此外 卫生局和资讯科等相关单位 结合中央预约 建构预约平台 以及屏东疫苗接种站地图 未来上线就能让大家提前预约 清楚查询 让疫苗接种更顺利 屏东新闻张如云 杨振义采访报导 优优优独播剧场上